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用核显运转机调优后的成果 哪怕是被广为诟病的虚幻物游戏依旧能保持60帧以上 也许有观众想说不就是讲太少吗 那我们看看这个 在同样的特效下甚至实现了18瓦打默认25瓦的情况 嗨 我是阿里 我最近参加各种媒体会发现一个新的趋势 明年无论是V设新主机还是各种迷你PC笔记本多转向了SoC 我想原因可能是显存暴涨后老黄不单独位移显存 而能把内存当显存用的SoC自然就成为了厂商的新丑 但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大号核显始终有一明显的短板 独显设计的台式PC因功耗散热充足 游戏可以一直跑在最大加速频率上 而搭载SoC的轻薄本 而运厂机最大的问题是CPU、GPU护抢功耗导致的频率剧烈波动 这个抢功耗呢 很好理解 假设你的预算是15000 同时要买一台电脑和手机 那么你大概率会到处看评测 产生强烈的不稳定焦虑情绪 但隔壁那个叫做台式PC的土豪 预算有100万 买啥都是扁充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SoC优化思路叫做定评法 根据不同游戏的侧重来进行设定 假设15000的预算同时来买手机和电脑 爱玩3A游戏可以13000来买电脑 2000块钱买个入门手机凑合用 不玩游戏那就并演充个iPhone 17 Pro Max 剩下的预算随便买个核显本 当代游戏如果要以硬件需求来区分 可以化为三大类 定评法的核心是吃U的游戏 CPU多给资源 吃显卡的游戏 GPU优先 两个都吃 那就不要互相打架到这个双输 此次实现定评的工具 我选择了UP主范东东东东制作的体感助手插件 为了防止录屏带来的帧数折损 我外接了宁家V来录制 首先是GPU受限型游戏 之前我在测黑神话时就说过 黑猴是我见过最点的GPU受限游戏 几乎不吃CPU 但非常非常吃显卡 我们可以看到 奥基Xbox掌揭X开25瓦还好 GPU能维持在1500以上 一旦开17瓦 瞬间跌破1200 靠真身程都上不了60 而造成显卡频率暴跌的原因 是功耗缩水后 既要满足一颗16个计算单元的显卡 又要满足一颗8核CPU 不打架才怪呢 所以我把GPU频率定在了1750 有个呢你就受点苦 1500干下火吧 甚至大核感觉都用不上 用个小核凑合一下 这是奥基Xbox掌揭X默认17瓦黑神话的表现 这是阿里定品优化 我们可以看到功耗只高了1瓦 但平均帧提升了27% Low帧提升了40% 1瓦换10帧 你说值不值吧 与GPU受限相反的 自然就是CPU受限 典型案例就是刷子游戏和网游 即使把掌机功耗拉满 一旦人多怪多也会严重掉针 此时我们需要做的是给U哥更多的机会 卡哥呢就一边凉快去吧 我们可以看到默认17瓦 刷暗黑4地域狂潮会跌到40来帧 但定平之后嘛 这是默认25瓦流畅度 这是CPU定品2250 GPU定品2000 不过近几年的游戏 多是2077这种既吃CPU又吃GPU的双受限游戏 此时的思路就是稳定分配 我们可以看到功耗接近的情况下 2077帧数有明显的提升 甚至出现了18瓦定屏小超默认25瓦的情况 如果你愿意定屏法加画质调优双关齐下 那么恭喜你 80帧唱522077不是梦 可能这画质在你4K大屏上看着有点拉 但别忘了 掌机是小屏幕哦 也许有观众想吐槽了 如果每个游戏都这样单独定屏 那太麻烦了吧 有没有通用的定屏方案呢 当然有 由于当今大多数的3A游戏都为双受限 或者同一个游戏在不同的场景会出现CPU受限和GPU受限的情况 所以我反复验证设定了一个适用于80%3A游戏的掌机黄金定屏 如果同时服以设置优化嘛 你可以体验到80到90帧的衣服 80帧的奎爷 60帧的小姜 60帧李昂王阿姨 60帧凯洛斯星球 大多数游戏即使在激动场景 也不会跌破50帧 当然此方法不仅适用于 奥迹XBOX掌机X也适用于主流DLE ZEE掌机以及MD核显轻薄本 当然如果你是Luna Lake掌机和轻薄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3万 我会在动态加根Intel SoC的黄金频率 定屏法的核心思路是让频率固定 功耗略微的波动 避免了因功耗固定 频率波动产生的丢针不稳定的现象 适合的是掌机运行各种大型3A 但如果你主要玩对配置要求不高的独油 定屏法就没啥意义了 锁定功耗法才是王道 对掌机最大的优势 是能将PC平台优质的买断制游戏带到户外 而出门在外最重要的自然就是续航 以我这次测的Augy Xbox掌机X为例 如果你主要在掌机上运行一些不吃配置的小游戏 有些甚至要不到10瓦 我们可以打开掌机的自定义功耗功能来提升续航 在这里也帮大家做了部分 我觉得质量还不错 很适合掌机油味的独油 算出了在Z2E Z1E芯片上用最低的代价 实现INEMYP60帧所需要的功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Win掌机这个品类不像是Switch那般大众 但你要说它小众吧 光是ROG XBOX掌机X这一个型号 首月销售额就是1.6亿美金 这还是给微软分成之后的情况 所以个人保守估计首月销量至少在30万台以上 算上7788的品牌和型号吧 Win掌机俨然已经成为了小众中的大众 所以我的私信中关于Win掌机的各种询问爆炸性的读 目前询问最多的就是老AI要不要刷XBOX系统 职责ROG XBOX掌机X的定制系统确实比普通Windows占用更少 大屏模式可以用手笔打字调节功后启动本地游戏 而不用像以前那样用手戳 可以说是除了Steam OS外最适合Win掌机升级的官方系统 也有小凯问我 和微软联合调教你光听声音就知道有多大区别 总的来说如果你没有电脑 那就把眼光看向台式主机和游戏本 你只会觉得病状机是一个智商税 但如果你家里有主机高配电脑 你会发现它就是能补充你躺玩大作和户外旅游的需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播面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 最好祝您身体健康 再见